我來看看這一個 櫻木孤島在廁所 好這邊是 這邊應該就是設定的部分了 山上村人 在西方醫院住院的男孩 回住院之前一直沒有同齡朋友 總是孤單一人 不記得任何雙親的事 總是感到寂寞 在醫院裡交到朋友後 性格變得開朗 總適合錄一起探險和惡作劇 由於想要快些長大 發言中也經常故作成熟 也時常與自己大兩歲的路競爭 結果就是經常不懂裝懂 因此反省 雖然在這邊 這邊的解釋好像感覺 村人是處於比較弱勢的狀態 但是 我自己思心覺得感情上 村人已經 已經勝過路 一大劫啦 然後 拔到了葵 然後又 也讓 也順利的吸引了 笑的好感 感情方面 路 真的要跟村人好好的學習啊 再來是 再來是葵 醫院西方 西方醫院住院的女生 六個人中 住院時間 長 之長僅次於村人 剛住院由於身邊的人死亡 還有環境的變化非常消沉 可在與村人一起行動的過程中 逐漸恢復了精神 看起來性格開朗 不懂得懷疑他人 可內心深處 容易悲觀 不擅長與他人交心 害怕失去 希望現在開心的時光能一直持續下去 原來 原來 葵住院的時間有這麼長啊 看來 住院的時間順序 第一個就是村人 第二個就是葵 第二個就是葵 然後葵進來了以後 葵 也算是村人交道的 第一個朋友 所以他們兩個人的感情才會特別好 這就是一個 先到先 先來的概念 再來呢 還是村人 他是不是每個階段都會去做 做介紹啊 這邊這時候就是七年後的村人 前面都是兩個人的小時候 小時候的村人 小時候的葵 然後七年後的村人 住在東京的高中生 七年前失去的記憶 只記得一個約定 和雙親以及東京的朋友 表面上關係友好 其實不擅長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他人 由於失去的記憶 有些沒有組件 在關鍵時候 會被他人牽著鼻子走 自己對這個缺點也有自覺 想要改掉 可是說來容易做愛男 為此很煩惱 村人還蠻了解他自己的嘛 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再來是葵 這也是七年後的葵 東京生活的高中生幾乎沒有七年前 更七年更久以前的記憶 很多朋友並擅長交友 由於過去的經歷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很難交到真正意義上的好朋友 也因此儘管擅長與他人交友 他人主動時卻會有些退縮 想要找回失去的記憶 改變這樣的自己 同樣都是七年後兩個人 兩個人的個性 葵 葵 在這邊的設定上看起來 她是屬於一個比較外向的 的女孩 十七歲的葵是 偏向外向的個性 然後十七歲的 村人是比較偏向內向 但是兩個人 雖然說是完全 截然不同的個性 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 都沒有什麼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去主動跟 做最真實的交心吧 就是只能維持表面上的友誼而已 再來這是露 為了探望住院的弟弟 經常來到醫院的男生 看弟弟之外的家人關係很差 周圍的人總認為他是個 不動腦子立即行動的人 其實習慣做好充足準備再去辦事 可是超過某個限度還是會不多 考慮 妄撞的採取行動 六個好友中年紀最大 因此也常被依靠 可有些迷糊 因此被大家嘲笑 就是一個大格格的存在啊 一個 在團體生活中 處於大格格被大家依靠的 的身份 再來是屈 住院的男孩在六個好友中年紀最小 因此自覺扮演大家弟弟的角色 本人是這樣認為並且覺得自己的心智很成熟 不只是對哥哥對其他朋友也非常重視 對於他人的關係十分敏感 喜歡有人理會 在心裡將自己的價值看得很低 時常壓抑自己的感情 這也是讓哥哥過度擔心的理由之一 哦 就跟某方面也跟村人一樣 就是個會迎合別人 會迎合別人的人 交和笑 住院的女生患有心臟疾病 曾經容易害羞性格內向 在與葵交流的過程中 開始衝勁她的開朗與精神 自己也努力想要變成她那樣 非常直率 男小 認為想要獲得什麼 就必須做好失去什麼的覺悟 可喜歡的東西太多 沒有辦法決定 究竟最喜歡什麼 就是最 笑其實就是最符合 最符合少女啊 笑就是個少女啊 笑 這樣某方面來說 笑其實也要感謝村人 因為葵 葵是因為 村人的關係才開始變開啦 然後笑又是因為 葵的關係 笑因為葵 葵因為村人 這樣子 亂下來 哇 這個 源頭還是來自於村人 村人就 讓 讓兩個 可愛的 女角都 變得開朗 活潑開朗 最後會不會沒有螢幕 應該沒有這麼可憐吧 有啦有啦我看到了 睡奶花的隔壁就有螢幕 再來是睡奶花 哈哈 坐院的女生看似溫柔悠閒 在六個好友裡 是最可靠的一個 大家有了煩惱都會找她商量 性格溫柔 從事擁有了堅強的意志 一旦下定決心的事 就會做到最後 吃驚也不會露在臉上 因此 經常被人說起來 不會吃驚 其實親裡還是非常吃驚的 哈哈 這睡奶花在 他們這幾個 比較算是扮演著成熟的大姐姐的角色 而且感覺 感覺 葵跟孝都很常會跑去找她講心事 男生姑且不論 但是 另外兩位感覺都還蠻常去跟她聊心事的 所以笑跟睡奶花的感情也特別好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溫柔婉約的大姐姐 再來是螢幕 好可憐 只有橘水啊 只有橘水一個朋友 不過她 她本人對朋友標準要求過高 因此周圍很多人 已經認為是她朋友 和父親同樣失去目標 因而失去人生的目的 認為為他人的幸福 自己理應犧牲 那個橘水的程度 已經不是朋友的程度 完全是真愛的程度 好可憐 這設定完全就是在說 螢幕就是個邊緣人 講了非常長一串 但是 就是個邊緣人啊 那已經不是要求過高的問題了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再來是橘水 西方醫院的院長 看起來輕浮 不考慮他人的心情 其實對他人十分溫柔 正義感極強 做壞事即使是雙親 也不會原諒 認為自己和自己 真是 真是的人的幸福 只有通過平日行善 才能做到 可是為了 取回 與無法替代的人 重要的人 度過的時間 因 而 開始做壞事 也因此苦惱 即使如此 他也認為 不該為了自己的方便 而修改歷史 就是 其實橘水是一個 正義感十足的人 但是 他就是因為 其實他 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在故事裡面看到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神奈啊 開始做壞事 就都是 這些奇異完全都是為了神奈 如果撇除掉神奈的原因 如果 假設 在 你看我們在完美世界看到他和神奈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他就沒有再去做什麼樣的壞事 雖然也沒有特別提到 但是 看起來就是 大家都是 黑皮的存在啊 橘水就是一個 愛情大於理智的人 當愛情失控 他的理智也會跟著失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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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神奈 西方醫院住院的女孩 母親因病去世她還得到同藥病 天真浪漫 絕對不會去背叛別人 可那種行動同時也是不希望他人背叛了不安的體現 讓他人吃驚讓朋友高興是他最大的幸福 偶爾會說些有些腹黑的話 認為一起住院的朋友比 認為一起住院的朋友離斗比自己更重要 不知道因病臥床的自己 該怎麼樣告訴他這點 因此一直無法傳達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神奈在遊戲裡面的設定有點 像是 像是聖母般的存在就是 他幾乎是沒有缺點的 而且 當他去做了一些 就是他做了很多 犧牲奉獻的事情 他在遊戲裡面 的 呃 怎麼想呢 就是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好 幾乎沒有看到什麼樣的缺點 而且在這樣好的同時 又給他一個 又賜予他一個 LMD 病的這種設定 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會有一種好人不償命的感覺 就是 這麼好的一個女孩 然後 因為病啊 就這樣離開了 就是 很可憐 對 就真的就只是 就是可憐 悲氣 但是 也還好 最後 最後的他跟 橘水是 獲得幸福的 也算是一個 Happy Ending 就是 為一個 可憐的少女做一個 完美的交代 再來是 十大 這是笑的老爸嗎 被西方醫院委託 負責警備的公司的部長 其實是石金集團旗下 有點灰色的組織 不過很少涉及暴力與鬥爭 平時就在醫院無成 閒著無視座 出生在平寒的家庭 考慮到自己的經歷 與對女兒未來造成的影響 為了賺取治病 需要的高額費用 經過深思熟慮 在歷史的介紹下 來到了西方醫院 在關係好的人 面前 情緒更加劇烈 好爽啊 爽人 不行 有點羨慕死打 我也想當薪水小偷 我也想當薪水小偷 那再來是門禎 螢幕醫院前台 原本是西方醫院委託的 警備公司的成員 來到西方醫院前 就很仰慕 曾經關照過自己的歷史 跟任何人都不會擺架子 而是平易寄人的接觸 很認真 對上級也會盡應有的禮節 因此不知道怎麼 應付激動時的實打 總是在摸索試探 現在的目標是 揭露西方醫院的惡行 門禎的部分 其實我對門禎的印象就是 就是火燒房子的印象 其他真的還好 火燒房子啊 還有對 對咖啡很熱衷啊 結果他這些設定 反而都沒有在這裡提到 再來是歷史 村人的老爸 西方醫院委託的 警備公司的部長 不願親屬反對和優子結婚 卻和愛人死別 又被迫與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分開 很重人情 卻不喜歡敢於他人複雜的情感 很有度量 遇到有麻煩的人 即使不問詳細 也能夠接受他們 對村人的事情和醫院做的壞事 一直感到不快 接著長大的村人下定 對抗的決心 唉 就是 村人老爸也是一個悲劇的存在 對抗了以後 就跟這個世界說再見了 也是個犧牲者 優子 懷上村人時他也曾擔心過 可村人十分健康 不過之後不久 優子就因為心臟病去世了 聽說他的夢想是成為 足球運動員 足球運動員是怎麼回事 有點超展開啊 這在故事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他想要成為足球運動員這件事情 這位是 螢幕的老爸 西方醫院的醫生 實質上是醫院的二把手 聚水的老朋友 可是進行實驗與研究的過程中發生爭執 經過表兄弟的女兒和史奈爾事件 分歧變得無法挽回 之後對焗水隱瞞真實想法 一個人為了消除時間跳躍和研究 做起了準備 認為消除時間跳躍的計畫過於重大 獻上自己的生命也不足背負其重擔 不知何時開始強迫自己的家人也付出犧牲 就是壞掉啊 實驗做一做 做到最後壞掉啊 還拉著 還拉著焗水 的老爸一起去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這也是一個 悲劇的CP啊 不過 比 比螢幕醫生幸福多了 對焗水 對焗水 焗水中了 西方醫院的院長時間跳動實驗的現場 最高負責人經過幾十年的實驗與研究 總算快要得到成果 對於如何使用力量方面 在利己和利他之間不斷的動搖 認為神愛的事無可奈何 卻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扔掉他的信 儘管心裡懷疑 朋友的螢幕 同時也希望他能在自己走錯路時 糾正自己 最後就 就跟著 螢幕醫生一起 說再見 悲劇的CP 空木幽城 喔 村人的養父 在東京工作一直想要孩子 卻一直沒有要到 因此 將受養的村人當成真正的兒子疼愛者 可由於沒有血緣關係 對如何對待村人沒有自信 而且不希望自己的受養使村人變得不幸 有時會 口不對心的說出嚴厲的話 事後又後悔 在最初的時候可以看到說 村人其實跟他老爸 跟養父的感情沒有很好 反而跟養母的感情是不是有比較好 我的記憶是這樣 不曉得有沒有記錯 可是養母其實在第一話 以後就完全沒有再出現 對 橘水一家跟櫻木一家都加價 呵呵呵 這是空木東美 村人的養母 西方寺出生 和丈夫優成相遇也是在西方寺 現在離開西方寺了 在東京生活 由於村人真誠的請求 在休假期間回到了西方寺 可是卻遇到了無法推脫的工作 很遺憾這個難得的機會 不能和村人一起度過 那時沒有工作安排 本打算將之前沒問出的話 平時村人說不出的話 各式各樣的話還有過去的約定 都向村人問個清楚 這邊的設定雖然寫得很詳細 然後好像要做什麼事情一樣 可是 養母在第一話之後 就消失了 再也沒有看到 這個呢 這個是下 西方醫院的護士 有個年紀差距叫大家接見 也同樣在西方醫院工作 被錄取前聽說姐姐說過 菊水院長的情況 而有關傳聞 因此對菊水院長也有些關注 可院長本人卻對他毫無關注 之後不知道為何總是有點不擅長 對付院長 半開玩笑的和同事說了這些 就被笑話說是走後門 現在非常後悔說的是 被笑當作姐姐喜愛著 喔 走後門 難怪在前面的時候 他會對 菊水的 走後門的 這個名詞 這麼敏感 原來是 自己也有 類似相同的經歷啊 對啊 七年後結束了 我們現在在看設定 我已經跑了一個下午了 再來是酒井 秋 被西方醫院錄取不久的新人護士 有跟年紀相差較大的妹妹 老家不怎麼有錢 為了妹妹開始在醫院工作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成了神奈的專屬護士 其實還是院長直接下達的指示 可是他不知道和神奈比起護士和患者 更像是朋友或姐妹的關係 有些煩惱這樣好不好 喔這位就是神奈那時候的護士 可以在神奈的回憶 就是 神奈的日記裡面看到他的出現 你睡了一個下午 沒關係啊有 有影片 BOD 都還 都還在 你可以慢慢補 其實範圍篇還蠻長的 你以為姊姊叫酒青春 再來是護士朋友 西方醫院工作的護士 夏的朋友 經常幫犯錯的夏善後 在背地裡幫助他 認為夏需要自己幫忙才行 可是夏也是這麼想的 反正就是夏的好朋友 兩個人互相幫忙 互相扶持也好 記者爺爺 住院的前記者爺爺 曾經調查七年前的爆炸事故 雖然看不出來 其實喜歡小孩子和年輕人 很高興他們和自己說話 一直在庭院裡是為了第一時間 發現家人來探望自己 記者爺爺 記者爺爺其實出場戲份不多 但是他是站著 站一個蠻重要的關鍵小 關鍵角色 就是村人要調查什麼 調查情報 然後問記者爺爺 他都會給出一些很震撼性的發言 幫助推動主線的好幫手 阿這個呢 打翻油漆桶的工作人員 修補醫院門整樓的牆壁工作人員 看起來很深 總是將工作推給自己大哥的氣 其實覺得一個人幹活更輕鬆 最喜歡就是刷油漆 不過集中精神就會看不清周圍 就是因為看不清周圍才會 才會打翻油漆在院長的身上阿 RPG的村長 阿再來呢 偷懶的護士 西方醫院工作的護士經常偷懶 不是討厭工作才不工作 只是太喜歡無所事事的時間 很好阿 薪水小偷 薪水小偷阿 阿再來呢 可疑的醫生 被菊水院長吩咐去做最後實驗的醫生 經常被人說可疑 自己也習慣否定 可是越這麼說越會被懷疑 可是這個醫生的出場畫面 就是只有在 帶 孫仁還有葵兩個人去 去做實驗的時候 之後就完全沒有再出現 那時候只覺得這個人 根本就是 怪怪的 全身上下就是怪怪的 那這個呢 盯著空地的人 一直思考怎樣進入空地的行人 已經有想到一些辦法 可是認為想得到所有的辦法才能開始行動 一直不付諸行動 晚上好像會回家 其實這個空地的人 還蠻 還蠻幸運的 對阿斯搶戲的路人 你看看 就是 路的範外篇還幫他多了一個篇章 去做他這樣的設定 其實他還蠻幸運的 這個戲份比其他的配角 還要來的 呃 不能算 算是說 不能算是說 佔很重的篇幅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定 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一個很日常的小品 就幫一個路人做一個 呃 簡單的解釋這樣 其實還蠻可惜的 不過在這裡就是可以看到 噢好 新奇叔叔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 對 被店員嫌棄的 怪叔叔 這個呢 新古醫生 西方醫院工作的新人醫生 和門征合作 想要揭露醫院的黑暗 可是失敗了 被消除記憶 轉到集團的其他醫院 說自己來自大城市 被當作鄉下人 就會生氣 其實我對他完全沒有任何印象啊 你是誰啊 那再來呢 石金集團 提供西方醫院 醫療器材的企業 其實是醫院經營集團 是個大規模企業集團 卻沒有人知道具體有多大 反正就是 就是大企業 就是土豪嘛 就是土豪 而且還跟政府有官商勾結的土豪 西方醫院 這很重要嗎 我完全不care啊 所以有西水小拓 對沒錯 其實我 其實我不是很在乎 先有西方醫院 還是有西方市 這件事情 我只知道 反正 這間醫院 就是在幫助石金集團做黑的 對啊 我不想知道啊 好 再來呢 西方市 市民原本坐落在平原上 後來堆平山地擴展都市面積 綠意盎然 許多居民覺得這個城市不是鄉下 也不是城市 高不 高不 從 低不就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城市的設定 再來呢 LMD 好 這部分 LMD在 在故事裡面已經做了 非常詳細的說明了 這邊就 看完就帶過吧 秋金十足 花明 每七年盛開一次被稱為 周期花 當地人稱之為千霄草 只有當地 才會盛開的少見的花 在西方式的傳統紀簡和儀式中 大家一起 繡花香的習俗 據說這樣可以分享人們之間的意識和記憶 提高團結 幾十年前聽說這個傳聞的研究人員 開始想用這花 用作控制記憶開始的實驗 這也是這一連串故事的開始啊 再來 秋金十足 十一年周期 花明 和普通的秋金十足不同 十一年盛開一次 當地人從前就知其存在 在做記憶相關的實驗中使用這種花 引用了令人意外的結果 後來有關秋金十足的研究主題 從記憶轉到了時間跳躍 現在全部都被割掉 自然界中已經不復存在 不知道完美世界的秋金十足 會不會在耶 我看最後的完美世界 有好多盛開的花 沒有特別去說明說 十一年周期的秋金十足還在不在 滅總 再來是時間跳躍 幾十年前進行記憶相關實驗的研究員 偶然發現的技術 將不同平時使用的秋金十足 用於實驗師 實驗者說出奇妙的話 這就是實驗的開始 後來一直密密的進行 實驗的研究 這部分也 看完以後也就帶過啦 這也是一切的開始 口腔潰藏藥 螢幕的藥 它說能治療口腔潰藏 可是顯然很可疑 其實是時間跳躍所需的準備 螢幕說 喝下它可以在腦中 製造接收未來記憶的回路 螢幕父親說 是打通現在和未來的自己 的記憶之海的隧道的藥 同樣效果的藥很久以前就存在 可是發送記憶的方法卻有問題 方法在七年前得以確定 第 怎麼可以 怎麼養 我拿 沒有沒有 我是 我是無辜的 我是無辜的 再來是咖啡 食打熱愛的咖啡 對食打的影響架 食打熱愛的咖啡 食打的夢想是將西方式變成咖啡之城 女兒笑也對咖啡有興趣 該會贊同食打的夢想 可是食打卻不知道女兒喜歡咖啡 我也完全不曉得 笑喜歡咖啡 我看到這邊才知道欸 在故事裡面 有提到嗎 我對這部分完全沒有任何的記憶 看到這裡我才知道原來笑 你對咖啡也有興趣啊 靠北你在嗆我說錯字 神奈的信 在救助院樓的空房間放置超過十年的信 放在箱子裡 在改修計畫 重複實施延期終止的過程中 房間的存在會被完全忘記 因此一直放在那裡 集了一層灰 心臟寫著某個女生 對某個男生的心意 為了在很長一段時間 每年都有得讀 因而寫了很多 此奈在故事裡面 真的被寫得太好太好 這個個性真的太好 地下資料 橘水和螢幕一起製作的內部檢舉文件 當初是為了公之 於眾而寫下 現在卻 都用來威嚇曾經有厲害關係的對象 說出資料的名字 據說可以嚇到史塔部長 呵呵 再來 奇怪的物件 曾經流行的擺設 儘管外觀廉價 卻很受當時的人們歡迎 原商業設施 一般的家庭 都購買大量這種擺設 裝飾在房間裡 現在很多地方還能看到這種蜂巢殘留 對我來說 這物件就是一坨綠綠的物件 呵呵 哈囉老妖 早安啊 再來呢 空木家的老家 空木幽城的老家也是 空木夫妻 當初談情說愛的充滿回憶建築物 現在是空房 可是夫妻兩人並不缺錢 因此沒有考慮過賣掉或出租 真好 真好 就是 很適合當養老的地方啊 哪天 可能 空木一家人想要隱居什麼 就很適合再回到老家這樣 呵呵 好閃 再來呢 舊住院樓 離斗與神愛相遇的建築物 在西方醫院是 最為歷史悠久 有年頭的建築物 新住院樓好後就無人使用 變成廢墟 一般人禁止路內 可是偶爾會有意想不到的人 為了拍照而入侵 是怎樣 最後變成觀光聖地了是不是 為了拍照而入侵 好像觀光聖地喔 這應該是在講說 葵 葵帶著那個村人偷偷進去了吧 拍阿鏢 呵呵 那再來呢 空 地 空木夫妻老家旁的空地 有三個魂泥土管子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看到這塊地方 會感到奇妙的懷念和親近 看起來進不去 可是也在看不見的地方 會有個入口 喔 好 月 呵呵哈哈 反正 就是個空地 就是個空地 炒飯 西方音樂的有名餐點 據說很好吃 可是沒有燒汁 該不會下一個 後面也有做 膠汁炒飯的設定吧 像小叮噹的空地嗎 呵 呵呵 再來呢 櫻木整所 櫻木經營的整所 開始是無人使用的建築物 菊水出錢改建 為了櫻木整所 開新 新裝開業 旁邊就是便利點 看起來很方便 可是整所 就縮在建築物裡 一次也沒有去過 據說建築物裡 有很 重要的東西 唉 螢幕那種地方 看起來就是有很多 很多 欸 一般人不能看到的東西 都可以在那邊穿越了 還有什麼 我也不意外了 呵 不意願說掌 流星雨 神奈與黎豆一起看到的流星雨 每年都會發生 可是 人類肉眼 能看到的大規模流星雨 卻是 幾十年一次 據說很溫柔 會實現孩子的願望 可不知是真是假 不會啦 至少最後 至少最後 神奈的願望也是有成真的 雖然是 村人幫 幫大家實現 欸 幫神奈實現的願望 但是 他的願望還是有成真的 可喜可賀 圓童形的那種 英秉的一種 外形像圓童而得名 不知道的人就會被排擠 好帶過 我決定排擠你 帶過 派擠你 神奈畫的畫 舊病房的空房間 畫著的幽靈 沒有 什麼必須是幽靈的理由 只是神奈在日記本裡 等東西經常畫著的圖案之一 最開始好像是想 寫神奈上去 可因為想畫圖而改成了幽靈 呵呵 好 再來是古井 其實神奈的幽靈畫得也蠻可愛的 在本篇可以看到 他畫幽靈其實還蠻可愛的 古井 第二住院 樓前的庭院 燒走幾步的古井 已經被填好了 無法打水 曾經 開 邊開 曾經景 邊開很多漂亮花 現在好像已經都沒有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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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古井也算是 村人和奎兩個人回憶的 呃 約定的地方啊 七年後約定的地方 最後他們也順利的在這個地方見面 算是 定情之地 實驗樓 好詐事故 炸屏的建築物 曾經在這裡 進行時間跳躍的實驗 西方醫院比這個實驗設施出現更晚 原本這裡只有實驗設施 就是 就是 定情地啊 就是 螢幕 老爸跟 菊水老爸兩個人的 最後的定情地 七年前的事故 七年前發生在西方醫院的爆炸事故 當時的實驗樓被炸平了 事故上 殺死了很多人 事故發生七年前 可是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 七年前也是這之前的程度 對啦 尤其對像 葵這樣的人而言 這個程度真的就是 呃 不對上年紀的人來說 喔 反正就是對 對那些 長輩人來說 就是 只是一個 小小的意外這樣 村人的帽子 某個電影裡出現了帽子 聽說喜歡的女生 喜歡 那頂帽子 村人也偷偷衝緊了起來 不過一次也沒戴過 不知是否 何事 喔 這帽子 其實它只是單純的 村人的學生物而已 但是因為被 葵改寫 呃 被 被葵的記憶 改了以後 這帽子變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存在 我也看先猜後面 可能也會講到 葵的斷代 便利店 螢幕診所附近的便利店 包 包括特製炒飯在內 有各種各樣的商品 可因為門口站著一個 說新奇的叔叔 都沒有人去店裡 好可憐啊 原來 新奇的叔叔在前面 有被提過 好可憐 好可憐 相機 歷史的拍力的相機 對小孩來說很昂貴 在孩子們之間 有點什麼事就會被 轉來轉去 因此不知道到底算誰的 實質上是六個人共同擁有 據說 不理解其構造就會 丟人現眼 歐 相機啊 反正就是他們小時候的玩具啊 不理解其構造就會丟人現眼 不就 不就是在說路嗎 哈哈 尷尬的路 太平間的幽靈 西方音樂的太平間 據說會出現的幽靈 傳說傳聞的少年 被達人們找到後 由於開了不該開的玩笑 而被狠狠地罵了一頓 可是很多人 橫向漸漸死去的人哪怕是幽靈 也好 喔 最後啦 爆破裝置 舉說院長 以防萬一被準備的手段 是為了應付對部下背叛 當權者 丟主堡帥有準備 可是卻被最好噴用使用的裝置 按下按鈕聲音 有點可愛 這聲音有點可愛是怎樣 這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兩個人一起續起嘛 對不對 我懂的 我懂的 好了 全部的設定 通通都看完了 其實設定 寫的好長 好詳細喔 就是每一個設定都會去 去做說明這樣 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 要求說 要把所有的故事全部都 run完以後 再來看這個設定 比較像是 輔助用的這樣 好長 好長 真的好長 聲音是怎樣 我怎麼知道啦 白癡喔 好 好啦 那我就把 七年後 全部 給跑完了 耶 天啊 媽的現在居然六點了 這邊還有 音樂可以改 來 好啦其實整體來說我覺得這 這DLC其實真的還蠻超值的好不好 這樣全部run完 這樣全部run完大概run了 有四個多小時吧 四個多小時 然後這全部總共是150塊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如果說你對 七年後真的還蠻喜歡的話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去 消費一下把這個番外篇買來 因為其實番外篇寫的內容 讓我覺得反而比較像是 本傳的故事 就是 最後真正的結局啊 還有一些 原本的收尾在 在本篇看完的時候 你會有 很多很多的疑問 但是在番外篇的時候 他全部都會給你 去做解釋 我自己看完反而會有一種 番外篇其實才是本傳的感覺 然後前面的本傳 是不是只是為了 去做鋪局呢 在跑番外篇的時候 會有一種感覺 其實真正的事情 才要剛開始的感覺這樣 整體來說 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說一下最後結尾的部分 可是結尾的部分 結尾的部分他們是使用了 共鳴的方式回到了 回到一個村人從來沒有被誕生 村人從來沒有誕生的世界這樣 因為就是 葵在找了這一連串的原因 葵在不斷的回溯 然後尋找拯救村人原因的時候 發現 可以 唯一 可以唯一讓大家幸福的方法 就是用 使用共鳴的方式 然後但是 使用這個共鳴 卻沒有辦法去 有效的拯救村人 所以他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 是還蠻抉擇的這樣 然後 但是在村人的安撫之下 他們兩個人最後是決定說 來挑戰 使用共鳴 而且村人相信說自己 自己 就算 沒有被生出來 就是他至少在 原本的 在完美的世界裡面 他會是以 別的身份出來 不會再是以空木村人的身份出來 但是 他還是會活著的這樣 就是兩個人約定好說 我們一定要找到對方這樣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 在 最後嗎 有 最後有村人 就是你可以結束一下去翻一下BOD 因為其實他們做了這樣的約定以後 就馬上去 使用共鳴 共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跑片尾去了 我自己反而會覺得說 會不會收到這邊 給個開放式結局 會比較好 因為他在 唱完片尾曲以後有一段彩蛋 彩蛋的時候 那個 結局就是在講說 大家都是 都是 完美 就是 回歸最原始的沒有疾病啊 然後大家 喜歡的人也都互相在一起 然後 回也順利的 找到了村人 就是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Happy Ending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呃 如果把 這些結局 放在 就是 放在 片尾曲結束以後 就直接收掉 那個感覺會更有氣氛 我自己的一點小感想 好啦 那整體來說 七年後 就 就到 到 這裡 啦 搜 我來搜 到 到 去 趕快